今天很想在星期五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五 谈谈最近这六十八日的观察 其实佔领的行动到来到七十天 刚刚正十个星期 这十个星期内 你大概可以分开前五个星期和后五个星期 前五个星期基本上就像我的手 不断捏来捏去捏来捏去 但去到后五个星期大家算怎样怎样 其实《假讯新闻学》正正就是这样 传统新闻学在头五个星期就在这里捏来捏去 看看这里发生什么事 但《假讯新闻学》在后五个星期 在全港的传媒出现 就是大家想着怎样 什么叫想着怎样呢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搞这么多东西 那现在怎样 怎样清场呢 怎样撤走呢 不是说清场也算的 政府知道不是只清场也算的 那是不是搞青年政策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 搞那班人 去参与占领那班人 知不知道怎样算呢 你可以说政府没有对政下弱 但是政府起码有个答案给自己 他有答案同市民解释 就是搞定向上的社会流动力 和搞定的经济 就是快点去帮一下中小企 另外呢也都去帮一下年轻人 你可以说他不对的 但是《假讯新闻学》不是说对和不对 而是说 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情景都要分析 那我们见到呢 进入最后的五个星期呢 很多占领人士都开始想 应该怎样算 最低限度要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 为何不一早想定有一个撤走的讯号呢 什么叫撤走讯号呢 最简单 其中一个撤走的最好的时机 就是学联对话 另外就是三子自首 再不是呢 就是这个 学民思潮 绝食到个个都暈了 可能就会撤走讯号 不过这样 黄之锋昨天 本来说喝水 又变成喝葡萄糖水 其实就很难运的 因为如果你真是想做到一种很悲情的效果 没理由喝葡萄糖水 那我不知道他道歉来做什么 所以我不明白 究竟我撤走讯号是什么 当然 我觉得 年轻人呢 走去 自残身体呢 当然是不好的 不过老实说 大家都知道 你就知道我就知道 你跟年轻人说 不要自残身体 等于叫年轻人 不如不要打机早点睡一样 他听你说才算 对不对 好了 最后还有第四个撤走讯号 就是泛民割蓄 泛民割蓄的时候 哇 你战友都敢对我 那当然是走了 那撤走讯号都没有清楚定义 还是在那里乌里乌里 大家不用走 磨到 就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 这个就是 现在呢 为什么整个占领行动 溃败的一个原因 学联和学民又在那里吵 跟着呢 就泛民随时割蓄都割不切 但泛民里面 有些人又想黏着学生 割怀鬼堕 于是乎 就完全不清楚撤走讯号 温乱到不堪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除了有撤走讯号之外 怎样散 怎样散都很重要的 分区去散 你一早想了 就现在不用被人逐区在那里打 顺带一提 同楼湾是未散的 因为太小规模 直接就未开始有一个清场的行动 好了 就算说金钟 其实金钟都分开几部分 中信出变 另外就龙和道 现在下阁道 那个清场的模式 怎样散发 有没有谈过呢 为什么不一早宣布 怎样走呢 还有用什么野方式去走呢 是不是应该扎定时期呢 扎定日期呢 三指自首就是这样 笨了 一早说自己哪月哪日会自首 就不用那么笨了 比如说去到第七十日 一定走的 都是一个方法 怎样都捱到一百日 又是一个方法 时间又不定 分区又不定 要么就说 我们等人抬走 你连这句都没说 最后 是不是说 不如不说了 其实大家有共识的 慢慢静静地散去 你起码都要清楚地说 是不是 你没有清楚地说 又是那句 胡理胡同 好 清场的讯号 撤走的模式之外 最重要 第三点 搞这么大 这么大弹大龙凤出来 之后怎么办 也就是后续行动 这个我灵石怒气的 没有后续行动 完全不是解困的精神 你搞这么大坦 想着跟着下来 怎样 我都说了 连政府都很清楚 跟着下来 建制派又很清楚 跟着下来 你这帮华民完全不知 跟着下来 学生也好像完全不知 跟着下来 会怎样的 说下区 怎样下区 哪些区 用什么方法下 地区教学工作 教什么 怎样做 没有后续的 一如支持学民思潮 是歪是细 国民教育会跟进 跟着什么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后续行动 怎样落地区 是完全没有人说 这个是完全 劲失策的 除了怎样做地区工作之外 长毛那些 说会冲击抗争 怎么冲击抗争 不是长毛那些 温和一些的 或议会的不合作运动 怎样搞快 搞多久 没有效果 全部没人说 温和又不知自己如何 冲击那些 激进那些又不知自己如何 所以没有人可以有系统 有策略 搞多后作行动 人家招手 你都想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不如想下 第二阶段政改咨询 做还是不做 参与还是不参与 最低限度要讲这些 才是解困 不合听都好 好了 解冠新闻学 不是要讲对听的 是要讲一些 是要讲一些 会做到的事 可以执行到的答案 我才选择那些事 和大家讨论 如果不是 整天讲感觉 整天讲激情 真是做不到事出来 占领行动去到今天 就是这样